剛剛周老師提到說,其實會有誤差,就是國際性的誤差 就是NHK的一話,它很多是漢字,可是它意義不代表我們講中文 那我很多是看漢字,但NHK對我們來講比較好的事情 我照樣可以猜,猜到八成,我連線的時候可以知道 但是會有誤差,就是說有些不只英文,英文甚至還比較,再隔一層 就是漢字去轉中文的時候就會出現誤差 所以語意上的誤差,對那個記者的程度也會影響 另外因為這麼大規模的新聞,基本上國際中心也不過才十幾個人 而且我們負責十八個小時的新聞,所以我不可能全部每個人不上班不休息 那對,大家都還有家,所以這次是全新聞部的各組混合編組 就是我這邊負責開稿,所以我開了兩個禮拜的稿,所以任何一個稿子畫面我都很清楚 但是我看完之後,我要交給社會組或者是娛樂組某一個記者做 我就開始創,因為他寫出來什麼東西 因為我不可能看一百個稿子,一定是他的主管看 那如果他的主管也搞不懂每天,可能像最近西日人機加上肉捕團3D都很紅 他的腦袋裡面跟風圍這種情況之下,他去看一個西佛 好西佛,維西佛,什麼佛 如來佛還有可能,那基本上我覺得也是很難 但是,所以我要提到說,能夠在記者進到媒體組織的可能性 有沒有可能在數量方面提升,我覺得這是個好的話題 因為我之前跟幾個老師也討論過,然後這方面是可以確認 那最後一件事情就是說,剛好延續跟科學關於外星人事件 這兩件其實外星人事件我覺得也很好笑的事情 那基本上就是一件假新聞 那我覺得一個點範轉移給各位參考的就是 過去的電視台跟新聞台都喜歡用紐約時報跟羅安提時報 但最近採取的是美日郵報 各位各位看,其實我們先開始了,就是從我們時間不想開始 然後後來各台就用美日郵報 然後另外一開始是蘋果日報常常用美日郵報的照片 所以現在是個影像的時代,所以影像就會有真偽的問題 那這一次我覺得對,因為剛好我不在,所以我不知道過程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因為外星人新聞我在17年前類似也做過 但是幾乎完全一樣,所以我看到這是舊文嘛 這是新聞,是被美日郵報先登,然後FBI跟網站說 後來完全是一個舊文 所以我在最後我ending我想說,就是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 在操作面的學習跟各方面 另外就是我覺得科學傳播在未來一定要重視 而且這可能會涉及到防災跟救每個人生命,最重要的關鍵 好,謝謝 很簡單,就是他剛剛說這個國內媒體跟氣象局的這個連接 其實公共電視現在就有 就是我們大概是兩年前去跟氣象局談的 也就是當他們的這個地震測暴影 測到某個地方的震度超過三級的話 然後就會自動連接到公共電視的主控 然後就會有跑馬 他就會立刻跑出來說,在幾點幾分幾秒的時候 什麼外海發生規模多少的地震 台北市震度幾級,台南多少,高雄多少,花蓮多少 但是我們那天討論的結果,我是覺得 你知道我經常看這個跑馬 他就這樣很細的字,悠悠的跑出來 真的也沒有什麼多少人會注意 那剛剛其實楊華剛講的是對的 他在日本他會像簡訊一樣 看電視看到一半叮 或者咚咚咚咚咚之類的 然後旁邊就會出來那個地震訊息 那也許那個震度更大的時候 他會變成整個蓋掉畫面 那在更大的時候 他就會開口做那個插波 所以我們未來針對這個SOP 我覺得公共電視也是應該要檢討的 好,謝謝 我不會再用一遍 好,歡迎 其實我想講的就是說 即使電視台跟這個氣象局連線了,也不夠 大家應該知道一個基本的概念 氣象有兩個 一個叫預報,一個叫側報 預報的話它就是告訴你 不管文字或者是口說 側報的話要你自己去查 就是不對外講的,不對外宣布的 你要自己知道,進電腦去查 假如說他今天出氣的資訊 沒有經過他的認定 或者說他的規模是比較細部 譬如說我們講10語量 一個小時的語量 它可以公告 30秒的語量它不會公告 但是我們前一陣子那個蘇花出問題 112到116出問題的時候 我需要知道15秒的語量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曾經提出一個要求 靠10秒鐘的語量就要決定封路 所以說今天這個要求 可能我們檢討的對象 並不是只是一個connection的問題 而是說你記上去自己要從根底 他要有那種危機意識 謝謝 謝謝 我們每一位這個語灘人 都給我們非常豐富精彩的這些知識 剛剛那個楊主任提到 就是科學傳播的重要 那跟這個媒體素養 那每個記者應該有的這種 複合性的知識 確實非常重要 那畢所就非常重視科學的報道 我們好幾位老師 食物級老師他們都是科學報道方面的專家 那這個但是這個也是因為台大有這樣的一個環境的關係 然後我們有很多的這個這個 我們也是一個綜合性的大學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這樣的資源 那政大呢比較少 不過呢我們政大有許成文老師 許老師呢在那個在那的這個第一線的經驗 跟他這幾年那個全部的心理致力於我們這個災難新聞跟記者穿上的研究 那非常的重要 我們以熱熱掌聲來歡迎他 好 每次15分鐘我就要稍微這個伸展一下 因為我要講的東西每次都很多 因為很難得有這個機會可以跟學生或者是在職的記者解解這個消息 所以我就會希望能夠在最短的時間講最多的事情 然後今天呢除了那個力報的這個張老師的一個社論非常有趣之外 其實今天DAR Center就是我長期跟他合作的這個達德中心呢 他們今天也公布他們的這個達德獎 今年的得獎名單 那他得獎名單裡面其中有一個呢 就叫這個Traumatic Problem 它其實就是在講霸凌 那其實各位我們對霸凌的認識應該不少 因為我們都知道他是英文的 不理來的 然後我們也知道說台灣現在有很多這種霸凌的新聞 那這個東西我今天剛好問我開會的助理 我就問他們說什麼是霸凌 然後他們都是新聞系所的學生 他們就會跟我講說打啊 或者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那其實這一篇是很特別的 他是說這個小女生啊 大家一起互相用言語攻擊 甚至在你打瞌睡的時候拍了一張照片放上Facebook 然後羞辱你當時的樣子 這也叫霸凌 因為每個人的感受是不一樣 可是對那個青少年級的女生 這個其實就是霸凌 那我為什麼拿這個題他的頭呢 就是說其實我們對霸凌的定義 我們還沒有去做研究 然後我們也還沒有機會去看說 那霸凌它到底的是什麼 那同樣的我們這種做新聞的態度 其實是用在每一個地方 不管是霸凌 不管是這個災難 所以我今天的題目呢 我是說天災人禍 因為包括人禍 我們也是目前都是用同樣的方式去做 好 那我這邊就跳過去 這個就是講說他們去尋找的這個霸凌的定義 然後他們去看說 他們這一次訪問的這個六個系列的 其中一個小女生的這種很輕微的霸凌 可是讓她差點就自殺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讓各位再度 我最重要就是要認識新聞跟創傷 就是我們當記者人 出去之前一定要做好準備 包括是你的防災包 還有你的心理準備 千萬不要阿Q 我這幾天剛好有機會問一個 從日本訪問回來的記者 然後我就跟她 因為她未婚 年紀輕 接近生育年齡 我就問她說 你會不會擔心 她就跟我講說 還好吧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還好 她就說 我是在她公佈那個範圍30公里前就回來了 然後我就想說 還公佈範圍30公里前 那跟你什麼事啊 而且現在越來越明顯的是說 她其實很有可能在那個海嘯來的時候 她輕爆的那個時候 她的這個燃料棒就已經融毀了 什麼東西都出來了 可是她竟然會覺得說 反正我從日本回來的時候 好像是3月16 那3月16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的範圍大概是多少 所以應該我不會怎麼樣這樣子 然後她聽完我講了之後 她就說我要去醫院檢查了 所以我們對我們自己 就是可能會受到什麼樣的傷害 我們是完全都不知道 不管是說我們是去採訪一些 海嘯啊或什麼的 那再講到海嘯就是 這次台東 因為我現在的那個 就是研究的地點是在台東的那個 太馬里流域 然後我那時候就問他們說 海嘯來你們都怎麼樣 他說整個台東花蓮都塞車 因為大家都好緊張就開著車 可是不知道去哪裡 所以整個台東市跟花蓮市都是大塞車 然後這時候人家就問我說 那我們到底要跑去哪裡咧 那我說往山上跑啊 往高山跑啊 然後他們就會說 可是我們花蓮市 離太魯閣 或者是我們台東 離太馬里那個金針山那邊 是有一定的這個車程的 那他一下子就要來了 那怎麼辦呢 然後我就聽到一個記者 他因為長期跟我做合作 所以他已經開始會去找資料了 他說那一天我接完我的小孩 跟我的老婆 我就上中式新聞中心的15樓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整個台東最高的就是這個樓 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那也就是真的沒有辦法了 然後他那個時候就這樣講 我就覺得說他已經開始去找資料了 他大概知道說大概會到多少 因為我們最近出來的是說 可能會達到最少最少可能30公尺 那30公尺是10層樓嘛 所以他就想說他大概15公尺 已經到頂層了應該還有舊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剛才也提到就是說 我們記者喔 就是不管我們以後當記者 或我們現在記者 我以前也是這樣 我們應該要拒絕看圖說話 垂手可得的資訊情緒情境 我們都一律說不 我記得我在廣電系唸第一年編劇的時候 我在學編劇啊 那時候我的老師叫盧飛毅 現在還是我還是我就是我的同事 他那時候就出給我們一個考題說 男生女生要分手這樣子 然後這樣我們就寫劇本這樣子 結果他就講完了之後呢 他就說欸來各位報告一下你們的劇本是什麼 我就講說我還記得我寫什麼 我說那個男的呢 哭著求那個女的回來 然後他已經哭到很傷心 還這個拉著那個女生 然後那個時候那個盧飛毅老師就說 你這個呢大概10個有9個人會寫同樣的東西 然後從此之後我就知道我不是編劇的料 可是呢我們記者在做的事情呢 卻不認為說寫同樣的事情是很丟臉的 可是我們在編劇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寫同樣的事情都是丟臉的 我們是文創產業我們是記者 我們寫出來的東西如果大家都是一樣 就是我看現在看到什麼我就寫什麼 比如說來講我一直告訴各位說 我們去講日本很有秩序排隊這件事情 我並不覺得是在說他們很好 我覺得是我們不好 為什麼我們不好 我們懶惰 因為我們看圖就可以知道他們排排站 每個人都站 我還需要記者講嗎 根本不需要 我就看到他們排排站站好 曾經有一個學生說 老師說不定他們剛才才打完一個架 後來那個最大的那個阿妮姬 就是那個老大 跟他講說大家都要排好 所以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我們就看圖就說故事 再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看到很多人不是都戴口罩嗎 然後就想說戴口罩 那連東京都戴口罩戴成這樣子 所以是不是很嚴重呢 然後因為大家都不會日文 所以大家就看圖說故事說 東京的人都非常擔心核輻射 所以大家都戴著那個 戴著那個口罩跟拿著雨傘 然後這個是我每次聽都很想笑的一個笑話 後來終於有一個記者他懂日文 他就去問說你為什麼戴著口罩呢 他就跟他講說三月的東京是櫻花季 花粉非常的多說我一定要戴口罩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又問他說 欸那你為什麼拿雨傘呢 你是不是很怕核輻射 那個人就覺得很怪 他就說雨都已經下這麼大了 我不能拿雨傘嗎這樣子 所以我們很喜歡怎麼樣看圖說故事 可是你看圖說故事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不是做好準備的東西喔 接下來是不要偷懶 每次做什麼事情都是我那個不要偷懶的路走就對了 我舉一個例子喔 是我最近學生去參加一日實習在某台的這個經驗喔 他說連勝文好不容易出來了 就是他這個悠遊卡他的小額貸款一周年喔 他好不容易出來了 所以呢這個就大家都去拍他 當然想要拍他什麼看他臉有沒有歪囉 對不對 所以都沒有人去注意悠遊卡在做什麼 那這時候這個學生呢 他就說這個他的那個主管就問他說 好連勝文這個東西呢你袋子拿去看 然後你告訴我你要看的點是什麼 然後因為連勝文在當天沒講什麼東西 所以他就說老師那不是老師那個組長 好像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發的這樣子 然後那組長就看了他一眼說喔好那你等一會 他就叫一個資深的記者來說 欸你帶這個妹妹去看一下說這個連勝文的新聞可以做什麼 然後這時候他就開了那個monitor就跟我的學生講說 你看他這個兩個洞是不太一樣高的 然後這時候我的學生就說 可是那個時候不是就說他是這樣鑽進去就鑽出來 所以是不太一樣高的嗎 那個人就說沒錯是這樣沒有錯 可是你不覺得他的這個洞呢 還是有一點點這個大小不太一樣呢 那我學生是murmur 他說他在心裡這樣想可是他沒有問他 他說進去跟出來不是會有點不一樣嗎 然後好這個都都不在話下 然後最後他就說你不覺得連勝文胖了嗎 他就說為什麼 他就說他扣子的那個第一個扣子喔 那個西裝的兩邊有遮痕 就是西裝我們扣不起來的時候 你應該知道吧 可能你們都不知道也太瘦了 然後就扣的時候呢 就是兩邊會這樣痕起來 他說他大概胖了很多這樣子 然後這個學生就說天啊 我難道要 他就又問了那個資深記者說 請問我是要這樣一定要這樣發嗎 他就說對啊 然後這時候那個他就拿去給那個主長說 這個人要這樣發 然後那個主長就看了一下這個資深記者 就說喔好那沒關係 你去處理別的事 這件事情我會叫別人發這樣子 就找了另外一個資深記者來做這條新聞 結果那個學生又跟著去看 結果那個記者做了一模一樣的東西 他也是看到他胖了 他的大小不一樣 他的那個這個孔也怎麼樣 一模一樣還有臉稍微的腫了這樣子 那所以他們兩個人做的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這時候我的學生就說了 他就說你不覺得這個新聞 這樣做很很簡單嗎 很偷懶嗎 然後這時候這個記者就跟他講說 我怎麼會偷懶 我打了七個電話 我去問他的朋友說 他到底是胖了五公斤還是三公斤這樣子 那你看他都會覺得他自己做的事情是怎麼樣 是有準備的是很重要的 是七個的東西 是七個電話之後的東西 可是如果以你們現在來想應該是說 他應該是去做一些別的東西 不一定是做這種看連聖文變胖或變瘦 可是我們在災難的時候 我們做的事情就是跟看連聖文的東西是一樣的 我們就在看他是怎麼樣 他是排隊排很好的 他是這個大家都很守會局的 或者是大家是拿著雨傘的戴著口罩的 然後什麼東西我們都是看圖說話這樣子 好那有一些不良示範 那因為時間不夠我就直接切入主題 我認為我們的媒體沒有被災防災減災跟負災的觀念 第一個我們沒有辦法事先了解災區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每天光連聖文的這種新聞 我們就來不及應付了 我們怎麼還有可能再去做準備呢 所以基本上我不覺得是記者的錯 我覺得是這個環境的錯 而且我們環境 所以剛才這個明明主播也有講到說 他們有這種解說員 這種解說員他收集資訊是多麼的厲害 這並不是一般你剛進去的記者就可以做到的 然後所以我們只能做什麼 我們就看圖說話跟延伸 那這種東西怎麼做了 就是感官新聞 然後要不然就是談話性新聞 談話性新聞那就更有得做了 他又可以跟你講說 當初怎麼怎麼樣 然後又遇到什麼什麼事 他又可以牽扯很多 第二個我們沒有防災專業知識 等於我會跟你們講 第三個沒有災難來臨時的這個test force 我們沒有知道說我們災難來臨時 我們要做好什麼樣的準備 我們有幾個人是專門做這個 剛才這個卓老師有提到 life lines 我們哪些人是專門去收集這個生命 維生路線的這個好跟不好 目前是在哪裡 告訴人家要去哪裡洗身 要去哪裡洗熱水澡 這些有一些人是要負責的嘛 接下來是沒有專業裝備跟訓練 我們在去採訪之前 像我自己齁 我自己採訪很多災難 可是我從來沒有跑過社會 我是跑交通 醫療 還有教育 那交通是因為他空難就是交通 所以是跑不掉 可是我從來沒有接受過相關的專業訓練 那921我的這個執行的地方是古關 那這個古關的時候也是非常的可怕 可是也沒有人告訴我要怎麼做 然後我非常怕聞失味 我那個濕臭 我就是我常跟人家講說 我其實我是一個很鬧的人 我很怕聞濕臭 而且我去的那個去採訪那種 就是有人死亡 我回家上廁所都要拉著我媽一起上這樣子 可是我在以前在中視的時候 我不敢跟人家講說 我怎麼敢採訪這種東西呢 這個很重 而且我晚上會不敢上廁所 我就不敢講 可是現在我就發現 其實你可以稍微知道說 你的心情 你大概會怕的是什麼東西 稍微做一點準備 你可以帶什麼 護身符 你可以帶什麼 隨便你 你就反正可以對你身心有幫助了 你就可以帶囉 然後我發現有一個東西 因為我現在都要去現場 雖然我是一直很不想去現場 可是因為做了這個事情 這個研究之後 就常常去現場 我發現一個東西很好用 就是白花油啊 白花油你口罩一戴著 白花油把它整個都快染片了 然後你從頭到尾就弄到白花油 可是教各位 裡面一定要墊衛生紙 不然會怎麼樣 白花油就弄到你的肌膚 你的肌膚就會寒起來 就腫起來 所以這些都是經驗的 也是人家告訴我的 我也不知道 還有浴仙 你要不要穿襪子 還是把鞋子穿進去 這留給你們自己去想 好接下來 沒有深度新聞分析的規劃跟科技的使用 剛才有提到那個NHK 我剛好去年去NHK的時候 訪問到兩個我覺得太重要的人 一個就是做那個公司的深層崩壞的那個製作人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他們那個總理大廠的 Megaquare的那個製作人 一個是在大阪 大阪分局 那一個就是在他們報道局裡面 專門做科學傳播 他跟我講說那個小林村的那個樹啊 一百萬個是動畫是用手指上去 那個動畫多少錢 一台冰室的錢 所以他們可以花一台冰室的錢去做那個動畫 那我們台灣不要說那個民間了 光公共電視都沒有這個錢去做 所以我們怎麼樣做深度新聞分析跟規劃 我覺得可以做的方式就是依照你這個媒體的大小 比如說我們對TPBS的要求可能會比某一台要再多一點 因為TPBS基本上是我們覺得它是比較指標性的 所以我們用這種我們自己裡面內部 我們這個公司的資源到達什麼程度 我們就要做到哪一個點 是這個每個組織可以去規劃 最後一個沒有陪伴的報導 什麼叫做陪伴的報導 我們學新聞傳播一個最基本的是什麼 監督還有咧 資訊還有咧 守望還有沒有 娛樂 娛樂 謝謝老師 好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陪伴 尤其是廣播 那在這個災難的時期其實陪伴是很重要的 你要跟他講說很多人跟你是一樣的 可是他們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去做 現在已經大家比較少去看這個NHK 我那天看這個TPBS還有在做那個NHK的東西 他是在講說NHK有那個什麼流動的超商 然後還有他們怎麼樣去讓那個失去的那個 那個叫做很抱歉 這個失去的那個工廠要怎麼樣再做起來 那這些都是他們目前正在做的 欸我就覺得這個是一個陪伴的報導 好那那個錯誤的示範就自己看 好那生命三角跟桌子底下 本來是我要給你們看的 可是因為時間不夠那就算了 好然後最後媒體的正面 來講一下特別給你兩分鐘 因為那個生命三角 因為這是大家救命用的 好 好 既然是救命用的 那就來講一下 相信很多人都有收過那個生命三角的那個E-mail嘛 對不對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有很多人 因為我們傳統的是說要躲在桌子底下 然後所以很多人收到生命三角的時候 就會先來challenge我說 你為什麼你為什麼或者是之前我們消防消防署 或者其他的這個防災機構都是說桌子底下 所以生命三角是怎麼來的 那生命三角其實大家都已經知道 它是一個屬於比較民間的 而且沒有跟這個美國的菲馬有這種 就是他們的防災的中心有這種合作的方式 可是他說的也不是沒有道理 那桌子底下呢也不是沒有道理 好可是問題就在這裡了 美國收到他們當初在2004年收到這個生命三角的這個東西的時候 當初的紅十字會他們做的說明 並不是說生命三角這是什麼東西 千萬不要相信他 他說的是說 美國的這個 美國的這個房子通常都是屬於什麼樣的結構 所以呢 這個生命三角在我們美國來講可能不適用 因為這個生命三角那個人是去智力 或者是去別的地方去採訪很多地方 他發現的一個東西 可能在我們美國並不是很適用 當時的紅十字會跟菲馬給他的回應是這樣 那可是我們台灣呢 我們到底是要坐桌子底下還是這樣子呢 其實我必須老實跟各位說 我們台灣好像沒有去做這個研究 可是我們消防署或者是一些防災機構 因為我們跟菲馬的合作比較多 所以我們都還是用菲馬的就是那種 就是你就是要趕快high啊 cover啊這樣hold啊那種 這三種的還是桌子底下 那他為什麼這麼做呢 其實你這些東西是你回去要跟你的家人討論 你要去看你們家的結構 如果你們家最安全的地方 旁邊剛好一個書架是搖晃的 那你要跑去那個地方嗎 那當然是不要啊 你不要聽人家說哪裡最安全你就去 可是那個地方剛好是你們家放瓶瓶罐罐 所有酒杯酒什麼的地方 那你去到那邊一定是很慘 所以你們回去都是要跟你的家人去討論說 你們家的哪些地方是最安全的 所以這個生命三角跟桌子底下 在台灣目前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可是是希望各位要去跟家裡的人討論 千萬不要躲在你家別人說是最安全的地方 可是是你家最危險的地方 然後這個這個裡面的argument我就跳過了 好那媒體的正面工們應該是平時的房災 大家通常都有這個觀念 就是說這種東西不可能發生在我們家 不可能發生在我們家 我上次拿過張錦華老師開玩笑說 張錦華老師住的大安區是最安全的 所以房價最高 因為土石流黃色警戒跟紅色警戒 都沒有在大安區的市中心裡面 所以它的房價高是有道理的 那可是我們其他地方 比如說我住木柵 我現在住在學校裡 因為木柵常年淹水就會常常覺得它很危險 那北投呢 北投有沒有 北投有火山 北投有火山很好 所以他們每一個都有 北投其實有土石流 北投有土石流 好所以大家都不覺得我家住的地方 是有任何的災情 你們今天全部上網去找 你家到底有什麼 我們通常只會在一個時間去找這個資訊 就是什麼賣房子的時候 我們只有買房子的時候會找 可是之後就不會找 好第二個災害預報有效傳達資訊 三災害現況 避免donate effect 這是其實最嚴重的地方 像這次海嘯最嚴重應該是南三路嘛 也是最後才傳出來 像我們台灣的那個921地震最嚴重的是哪裡 白瓜水災最嚴重的是哪裡 其實都是最後才傳出來 那所以我們記者平時就是應該要對這些 這些災難有什麼了解 然後有了解之後 你才可以去跟那個人做一些溝通 你跟領長或者他們自救隊的會員 你去跟他做了解溝通 所以說事情一發生的時候才可以聯絡嘛 然後接下來是災難分析 照應責任應變 然後最後是災害撫慰跟陪伴 好那剩下的這個就不說了 就是災害的階段有一些必要的資訊 那台灣的強項落相 然後這個是一個MBS的一個 他從當年那個生物大地震之後 他每個禮拜一的晚上 他就會有這個七點半到八點 他就會做各式各樣的災難的介紹 那台灣的92188水災他也都是有介紹的 好那這些的話就是本來希望有時間講 後來就沒時間講 那這個是 這個就是緊急地震速報 就是你們剛才一直有在討論的這個緊急地震速報 那剛好去年我有去那個 他們那個緊急地震速報這個災害中心 他們精細到什麼程度 因為他們今年七月就要整個數位化 他因為數位化的關係 讓他們的緊急地震速報會晚個一秒 然後他那個人就對 就非常的care說 我們要想盡辦法把這個疫苗給奪回來 所以他們不見得是樣樣好 可是他們在某些地方是還不錯的 那這個就是他還有一些動畫 那些以後有機會再跟各位講 好那就這樣謝謝 好 真是非常對不起每一位裡面人 那徐老師真的是非常豐富 大家可以講三個小時 好那非常謝謝徐老師 從另外一個這個新聞記者創商這個角度 其實他要談很多的那個議題 媒體的報導 或是媒體可以做什麼 好那這個接下來我想這個 剛剛也看到其實徐老師很多東西沒有講 包含就是說日本這邊他整個的一個 防災的跟媒體的這樣的一個制度性的一個做法 到底怎麼做 甚至包含 剛剛其實明明也有提到 就是日本的防災教育從小學就開始做 從幼學就開始做起了 那從他們本身大提升之後到現在 其實不斷的給國民很多這樣的教育 所以我們知道其實這個日本這個做一個 大家知道他們定爭很多很多災難 所以他們其實對這方面的這個 相關的這些制度法規 非常的這個細密 那這部分我想我們今天非常高興 請到羅惠文羅老師 我們是給羅老師一個熱烈的掌聲歡迎他 欸 羅老師呢 好 兩個比較少 所以站在這裡看著他 好 而且我背排最後一個 那剛剛很高興的 我自己也學習到很多 聽到很多食物界的前輩專家 對台灣的食物界怎麼運作 給我們很多的這個詳細的介紹 還有告訴我們其中的一些困境 那我今天比較是談的是日本的狀況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是 921發生的時候 我的人其實是在京都 那那個時候就是 我的日本很多的友人 知道這件事情 那他們不只是捐錢 那很多人是 抱了一堆資料給我 因為他覺得說 那個台灣可能在 在害防救這方面的 這個知識 是可以需要一些 這個國際的交流的部分 那我今天主要談的是三個層面 因為大家 對於NHP多少都有一些 涉獵了 那剛剛很多等於談人 也都談過了 但是我會比較談的是 法律制度的部分 還有文化的部分 那還有一個就是 他們的媒體 都有外部監督的機制 那所以整體來說 我談的都是制度的部分 那首先講到制度呢 制度有兩個部分是可以討論的 那這個是我們台灣也可以學習的部分 就是他有兩個法律是直接定位了電視廣播 這兩種媒體在防災和救災上面的角色 那一個法律叫做災害對策劑法 另外一個法律叫做放送法 這個放送法就相當於我們台灣的廣播電視法 那從制度的這個討論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在日本 在日本他們對於防災跟救災 他們放在什麼樣的價值 用什麼樣的資源來支持這樣的事情 那在災害對策劑法裡面 它這裡面指定了一些公共機關 那其中唯一的一個報導機關就是NHK 它指定NHK是災害發生時的報導機關 所以NHK必須要在災害發生前 就發布警報 然後在災害發生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給這個所有的觀眾或聽眾 一種詳實的正確迅速的新聞 那這裡也可以看到是 因為它有一個法律上的定位 所以它的資源 它的資源可以比較多 那剛剛大家都聽到了 公共電視 台灣公共電視跟日本的NHK的規模的比例 這個比較起來真的是 台灣就是少屋嘛 那日本就是大屋 那日本它是6600多億的日幣 相當台灣的2000多億的台幣 那這裡面它用了很多的經費 是在技術的研發上面 那它有一些這個技術呢 我想這個窮我老師可能研究給我跟這裡 那有非常多的技術真的是 舉世就是低的 就是包括它有一個自動回溯攝影機 那這個英文叫做Skip Back Recorder 就是這個攝影機是它在地震一發生以後 它是可以在回溯地震發生時候的瞬間的影響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它有遙控的攝影機 那設在全國各地400多個重要的港口 還有火山還有機場 那這個當然這個建制是要花很多的錢的 那剛剛那個明明也講到了 它有24小時待命的直升機 那這個我昨天剛好又跟HK確認的這件事情 到底是幾架 因為我看到那個有人說11 有人說12 他告訴我是14架 所以他們全國有14架的這個直升機 然後呢最重要的是 他們最近剛開發出來的一個EWBS的系統 那什麼叫EWBS呢 EWBS它是用一個無線廣播電視的體系 就是無線廣播電視的發射台 發射一個預警的系統 Warning System 它就是一個Emerging Warning Broadcasting System 它是利用這種無線廣播電視 可能台灣有些人搞不清楚 這次資本到底是從哪一種東西發出去 到底是那個手機業者的塔台 還是這個無線廣播電視系統的塔台 那NHK所做的呢 就是這個塔台的這個研發 那它不只是 對不起我不是說塔台研發 是那個Receiver 就是接收器的研發 那那個接收器是高超到什麼地步呢 它是一種晶片 就是你在待機的狀態下 只要發生了這個災難 它是會自動開機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你現在沒有在看電視 你沒有在收聽Radio 所以你不知道這件事情 任何的手機有這個晶片 任何的電視有這個晶片 那一旦災害發生之前 它就已經有這個警報了 你就可以接收到 那就是他們已經開發了 那因為南亞海嘯的這個經驗 所以NHK它也希望 能夠將它這個技術轉移 可以到各個國家去 那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台灣真的是蠻需要的 所以我們的這個 國際交流絕對是不能少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就是在這個 它是被作為一個 你指定的報導機關 的這個角色之下 它每天 NHK是每天做演習的 最後一節新聞以後 他們一定做演習 那這演習的規模 大概會有二三十個人參加 然後歷史大概三十分鐘 那參與的人 包括主播 包括當天值班的記者 相關的技術人員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當然就是 為了訓練他們冷靜的態度 因為每天做每天做 那每天可能是不同組的人做 但是你多少都會接觸到 那他們還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可以給台灣做起事 因為我們現在在討論 是不是也要把這樣的責任 放在法律上面 然後刻意公共電視這樣的義務 它的演習不是只有在東京做 它同時東京大阪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他們的研究是 關東發生地爭的時候 因為那個關係不會發生地爭 或關係發生的時候 關東不會發生 所以它一定要確保有一個電視台 它是可以去營運這件事情 它可以將災害最及時的新聞 在這個時候 它會到國民 傳達給全國的民眾 好 那這個是 這張圖 你們大概就可以看出說 這個所謂的EWBBS的系統 是怎麼回事 它是透過的是發射台的 這個訊號的傳遞 然後可以在手機上 可以在行動通訊上 可以在家裡 任何地方都可以接收到 OK 那另外就講一下放送法 放送法其實也是刻意 所有的廣播電視法 做災害災難報導的這個義務 那它的條文是 暴風好雨洪水地震 大為火災發生 或有發生可能性的時候 未預防災害之發生 或減少災害損失 廣播電視業者必須進行相關的報導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下面是有一個很新的資料 就是NHK到底在日本國民的心目中 是一個什麼樣的地位 那NHK每五年會做一個日本人 和電視的一個大調查 那2010年的夏天發布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唯一有下降的就是 2005年這一年 那其他的比例都是蠻高的 至少都是絕對必要存在 絕對必要存在 應該存在 都是超過80% 那2005年那一年是因為 2004年剛好發生了 NHK有個貪污舞弊的事件 所以使他們的形象下滑 好 那這個資料來源來自這裡 所以很 同學如果有興趣呢 可以去看我們 放松文化研究所的去年的8月號 第12頁 OK 我們再說一下 為什麼日本人他們會把這麼多的利器 放在地震的技術的這個 預測上 這個技術的預測上 或者是這個防災功能的研發上 那 好 看懂日文的人就知道這是什麼 對 日本人有一個 這個 就是 對日本來說最恐怖的事情是什麼 好 地震 打雷 還有火災 那歐亞基就是 老爸 那第一名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 他們非常非常怕地震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文化性的因素 以2006年來說 它發生了有感加無感的地震 就已經超過十億萬次了 好 那台灣的這個相關的 這個好像我們比較少人去討論 所以我不知道我們一年會發生多少 OK 那 他們的文化又怎麼說呢 其實他們在 從小到大 都有地震音變的演習 好 那這個是很頻繁的舉行 那一般的媒體 剛剛是講NHK 其實一般的媒體他們也會做 好 那 所以他們其實是一個蠻重視手冊的 就是大家看這次 關於日本的討論 大家可以看到說 他們其實平常對於知識的涉獵 和這個知識的吸取是蠻重視的一個地方 那他們的手冊都會變得很很精細 那可是他們也不是原來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我這幾天跟一些日本媒體聊天 他說他們可以給台灣的經驗就是反省這個態度 就是他們每次都在歷次的災害中 反省到媒體的角色 媒體的角色 對大家來說 在災害中可能是安撫人心 遠比那個畫面漂不漂亮 好不好看 乾不乾 還要重要 那有幾次比較重要的事件 我在這邊就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比如說奧姆真理教 這前幾天我跟我學生所見 大部分人都已經不知道了 就是奧姆真理教是1995年的時候 在東京地鐵放沙林毒氣 因為他們宣稱事件末日來了 那那件事情之後呢 引起的就是媒體瘋狂的報導 非常的煽情 那對這個受害人來講 或者是仙衣人來講都是一種人權的侵害 所以在那之後他們對人權 媒體侵權的這件事情非常的注重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1995年 百神大地震之後 那百神大地震這個相關的檢討非常的多 這裡只舉出了一個 那個相關檢討還包括說直升機的雕毒 因為那時候就發生 其實很多救援者他們被這個房子押住 還在呼喊 但是因為這個直升機聲音太大 所以救難人員聽不到這些 這個還生還者的聲音 所以他們就會 後來就寫條出說 其實不需要那麼多直升機 其實在那種災區 可能是需要畫一個區域 這個所謂的救災工作 是不應該去干擾 就是媒體的採訪工作 是不能夠去干擾到 真正的這個救災的工作 那這裡也是剛剛講到的EWBS 就是也是在95年之後 他們才開始重視到這件事情 那還有一個就是 其實他們每一年 除了這個地震的演習 和地震的在職訓練之外 現在很重要的 我們日本的媒體是說 每一年一定會做的是 輻射災害的相關演習 不能說相關演習 相關的訓練研修 那就是因為1999年 有一個磁城縣東海村的離界事故 那這個離界事故 中就是有兩個人 因此上升 那非常多人受傷 可是在那個報道中呢 其實很多記者去到現場 根本不曉得什麼叫輻射 那也不知道輻射的這個 威脅會那麼大 所以連救災的人員 都受到這個輻射的暴露 所以他們在那之後呢 就有一個法律 那媒體內部也開始併立了 這個輻射災害報道相關的違反 那在文化面上面 還有一個可以討論的就是 其實日本的記者的養成 跟我們台灣有很大的差異 他們一進入記者真一行 很多人是立定 醫生就不會離開的 那其實這個 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對職業的認同感 和尊嚴是非常忠實的 那這也跟日本傳統的 終身雇用制是有關係的 那終身雇用制底下的每一個企業 他不僅是給員工足夠的福利 最重要的是他很重視的是訓練 所以很多東西他們可能在大學的時候沒有學過 但是一進入這個記者這個職場 資深的人會帶他們 然後他們有定期的研修 那最重要的是 他們提供的其實是說 他們講到說只要是全國性的媒體 不可能一開始就是跑什麼政治 OK看到了 或是什麼那個中央 中央的這個線 他們一定要從地方開始做起 所以地方就難免會遇到災害 所以他們那個災害報道的那個素養 其實是在他們的這個 整個記者養成訓練裡面 是不知不覺的 一定就是一定會養成的一個部分 那還有這個查證和遣詞造句的要求 那也是我聽過他們記者說 他們要真正被磨到完全不會被改告 大概要八年的時間 那我不知道這個台灣的是怎麼樣 他們一定要到八年以後 前五年都被改的亂七八糟做了一段話 對 好 OK 然後那個他們也講到 HK的記者特別跟我說 像連現場直播的時候 他們都一定要事先打電話回報 說他等一下現場直播會講哪些內容 那他的長官說OK之後 他才會做下面的 才會真正執行的一個現場的直播 好 那其實後面還有一些 我那個他有個handbook 那這裡沒有辦法分享 那最後我講的是他的外部監督記者 這是一個第三人公認機關 那在電視媒體方面 他有個叫BRO 那這個是完全是 你也可以說是一個媒體自律的機構 那但是他這個自律是非常有效果的 因為你一旦被他們公佈說 你曾經在哪一個新聞做了很 有很重大的書詩 那我跟記者朋友跟我講 就是shustatic night 就是他以後可能就太不起頭 所以他們會很忠實這件事情 當他們下筆的時候 播報的時候他們非常的謹慎 那下面就是 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他們每一個那個報社 大概用的是不同的名字 但是都是同樣的 都是一個外部的監督的機制 OK 那我最後就簡單說 這個是 朝日新聞他自己有出每月一期的刊物 那這一期刊物裡面就會寫到他們這個月 這個外部的監督機制給他們什麼樣的建議 都會在裡面 所以他們的東西都是公開的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想一想 那個朝日新聞的年報裡面 有介紹一下他們這個監督機制 是怎麼運作的 好那我最後就講說 那個這整個連事情給台灣的啟示是什麼 我們從這樣的比較裡面看到 是台灣的電視媒體其實並沒有被看到 他的防災和救災的功能 如果就從制度面來討論的話 那這個從法律上面給他一個明確的定位 就是意義就是給他更多的資源 要有資源才能夠做事 那第二個就是台灣最主要的問題 還是結構的問題 那這我們看到的是 無論是這個現在的新聞的價值 已經變成什麼行車記錄器裡面 記錄下來的好笑的那個車 那個也許比終止或什麼不知道 就是所有的新聞價值幾乎是扭曲到 好笑、娛樂、綜藝、瑣碎的 那這跟台灣整個環境是有關係的 我相信那些記者可能自己也有些人 是不是很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環境使然 那我們要改變這個情況 就只有在結構上做改革 沒有其他的辦法 那第三個是台灣其實也有外部監督機制 我們也有媒體自律的組織 可是為什麼這些媒體自律組織 是沒有辦法發揮功能的 這個我們可以再做討論 那最後一個就是報道倫理的重建 那據我所知台灣的媒體 應該都不是很重視在職教育的訓練 那更何況說關於防災的知識 就是救災的知識 然後或者是這個演習 就是地震發生的時候 這些電視台要怎麼去因應 那這些事情其實它都可以透過制度化的方式去解決 那我就先到這裡 謝謝 謝謝 當然謝謝我們每一位發言人 都幫我們準備了非常充分的資料 但是很可惜我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我想今天是一個開頭 那這些議題其實我們有很多的那個借鏡的之處 那像日本那個胡同老師提供的 日本的這些法規啦 制度啦文化啦 跟各種的做法 那真的是都提供我們很多可以反省 再繼續改進的一個這個借鏡 那時間的關係 但是我想 我想各位一定有很多的問題 今天我們在場幾乎做滿了 那我想大家一定很想要請問這個 我們今天來自於各種不同的這個媒體 跟這個老師的這個研究的方向 那都有 大家想大家一定有很多的問題想要請問 那我們是不是就延長到4點20分 好不好延長20分鐘 那現在開放時間給大家發問好嗎 好跟大家發問的時候 請舉手之後 告訴我們你的你的那個姓名 跟你的機構好不好 然後再提問題 我們每次大概提2到3個問題 好我們現在開始好嗎 不會吧 好來果然是不會的 好來 我想請問就是剛剛楊華有提到說 他每天觀看那麼多時間的新聞 NHK也有他的不好的地方 除了你剛剛提到一個畫面的影像的氣爆 是不是還有其他地方 特別是他跟政府之間 或者他跟東京電之間 他的訊息的掌握 他有沒有即時該有的責任他都做到 我剛剛請楊華也談這一點 還有其他的學界老師自己怎麼看 因為我們剛剛聽到很多NHK 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是不錯 但是我們NHK在這個媒體角色的反應上 其實我們台灣有比他更好的地方 NHK有沒有什麼不足的 我們也可以討論看一看 好前面這一位 老師好大家好 我是想要就是說 之前就是日本海嘯一發生之後 那我看到的新聞是說 就是各家電視台就會紛紛就是派出國際中心的記者 然後到日本採訪 那我想其實在當下的時候 我看到當時的採訪 他所報導的畫面 或者是說內容 其實也只是個黑 就是當下當地很黑暗的一個畫面 那我想想請問說 當時派過去記者的重要性 跟就是說 就有沒有必要派記者過去 那派到那邊的時候要怎麼採訪 然後還有 對就這類的問題 以及就是對於記者人身安全的問題的探討 OK好我們先回答這兩個問題好不好 我們先請就 我簡短說一下 因為我們也是在看NHK的新聞的結果呈現 它裡面的關係我們不敢完全講 但是有幾點我們會比較垂擬 第一個答案 因為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NHK的關係跟政府是很近的 這一次 而且 如果你在現在回去再看NHK報導 包括東電 包括他們講話 我們都很難去講到什麼真正的答案 我想跟語言有關係 所以日本人講話很多時候是 不會跟你正確的答案 那個方向就很模糊 那我們 如果是我們在現場的話 我一定會問那個之前的新聞 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有的時候不是一個新聞的價值 而是文化我覺得影響蠻大的 這一次我們感覺到影響很大 另外一個就是說 NHK好或不好 剛剛提到說其實我們 因為NHK剛剛老師有講到說 它是有它那個時工政治跟經濟條件之下 出現了一個新聞機構 所以台灣去比較很難去 但是我覺得我們比較想看到是台灣部分 因為我們的災害不會比日本小 那我們已經受夠了災害 我覺得從921到現在已經受夠了 那怎麼樣能夠真正具體呈現 我覺得這個力量應該要出來 那我簡直講一下我們TPP的出去採訪的部分 因為我想為什麼要去 當然要去啊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新聞 這個我想判斷是沒有問題的 那第二個你說拍的畫面 這一次挑戰很大 就是因為我們派的時候 那個時候輻射還沒有出現 就隔天嘛 我們當天晚上就派記者去 但是因為那個陳田跟雨田完全都斷掉 所以我們那個記者是從香港轉機到大阪 然後坐車到那個就是靠日本海那邊 再從那邊鑽隧道到仙台那邊去 所以那個部分就是跟打仗一樣 就是行軍怎麼去最快達到 那但是這一次因為華航也沒有飛 所以很多我們看到的新聞的結果後面的東西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說 這種戰彈還對我們來講 因為我自己採訪戰彈採訪官 所以我大概就是就畫行軍圖跟作戰圖是一樣的 那但是你剛剛提到說訪問的部分跟畫面 因為到了時候當然是晚上就很暗 那另外一個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日本喔你日文不會講就不同了 那個一定不像美國或其他地方 你就像我們去中東採訪 就是隨便講一下也可以至少這樣講什麼 可是日本你很難去 如果沒有翻譯或編譯的話 你會很難溝通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派出來的有一位是日文編譯沒有問題 但是通常日文編譯他的採訪經驗不足 那一個我們資深的記者弘怡 我的副主任 他跟我一樣採訪經驗很夠 但是他如果不會 就很難去在一個完美的情況之下 派出一個又有經驗的那個 那個部分不存在 所以新聞本來就是變數當中取得一個 最可能的一個新聞呈現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遇到很大的問題 包括住宿 而且通常我們採訪旅行社訂 那時候旅行車都不見了 你知道我們住哪裡 那我們記者後來到兩天沒有吃東西 因為沒有東西可以吃 然後你也沒有人 本來希望台北去幫他訂車 訂旅館訂飛機 日本人都已經都已經掛一半了 所以怎麼可能就幫你訂 所以那個部分的問題是 很難去要求我們 但是他在相信我們的記者 我是很相信我們的記者跟別人 就是他定在他能夠掌握的情況之下 表達最好的方式 另外我覺得安全 這一次我們也考驗 第一剛剛老師也提到說 服飾安全講實在 我們也沒有遇到過 不只是我們沒有遇到過 CNN跟路透的時候 我們跟CNN跟路透跟AP都很熟 他們也嚇壞了 因為以前像我們跑戰地的 頂多就躲一躲飛彈 那你還知道怎麼去躲 問題膚色怎麼躲 所以那個東西不只是 剛剛老師提到 不只是我台灣媒體 只包含全球媒體都嚇到 那CNN後來 Anderson Cooper也去了 他也很壞 他後來聽到那個 那個膚色值高的時候 馬上回東京 每一個人都胖 那你說CNN的防護標準 有沒有那麼高嗎 我也不認為 他就帶一個那個膚色器去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不只是台灣 這一次我跟幾個國外媒體的討論 就是他們對於這一次 對於過去 因為過去你採訪戰地 基本上都還能掌握 但服射你也不知道 就像剛剛講的說 你回來之後 到底怎麼樣你也不知道 所以那個恐懼 是超越你新聞專業的 那這個部分呢 包括安全 我們撤記者的安全是在那一天 外交部身為紅色警戒的那一天 宣布前 我們早上9點鐘 兩組人全部撤到台北 所以我們在發布之前 我們就在台灣 所以那個部分我們很緊張 就那個時候我早上起來 我六點鐘起來看 發覺 東京在有一天 它的輻射值到0.8 就超出了6倍 那我 我懷疑那是機器問題 因為那個小時是超過0.8 那我們就嚇壞了 所以我們把記者全部都撤回來 所以 我剛剛講到說 媒體一定要求進步跟反省 但是很多這一次是超越到 不只是媒體 甚至剛剛講的說 你訪問A科學家 B科學家 C科學家 他們答案都會不一樣 那請問一下 你訪問到A 你的決定是OK 這個討論的空間非常非常大 那我們 因為TVBS 我講我們當然也要顧到收視率 這是一定的 這個我覺得不用迴避 但是 我們怎麼樣在這種 因為我們自己的經驗 是怎麼樣 透過這個機會 能夠把下一次 我半講下一次的 就萬一再發生其他的事情 至少會有一個準備 但是就我的經驗來講 你永遠都很難準備 你的事情會出現 因為永遠會發生 你想想不到的事情 然後這個時候 就是記者本身的收集 那我最後再提供一點 像我們記者紅衣 我們常常會派記者 過去的國際中心 基本上不出去採訪 好都是編譯啊 翻譯翻譯之後 但是我們 接了之後 我自己是採訪記者出身 所以記者要在現場 你才能知道什麼叫新聞 所以我們的編譯 百分之六十都具有採訪經驗 結果我們也透過我們的機制 就是讓我們的編譯 在 因為它有國際新聞的判斷概念 它像現場的臨危採訪 會比較接近於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新聞 就我自己來判斷 因為我們跟NHK的 我們這一次有找大概 五位日文翻譯 就是我們的體制外翻譯 然後我們是 逐字 日文 一個一個翻 也就是說我們的 譬如說像生活主 像娛樂記者去翻譯 為什麼他們懂日文 我們就其他一個字 逐字去翻 所以我們盡量達到NHK 或者Asahi他們講的 日文的原文 去呈現那個新聞 所以這一次 我可以跟老師報告的 就是我們這一次是 真的是蠻比 NHK去做 但是剛剛講到說 NHK的新聞 剛剛明明講到就是 會很悶啊 那種悶就是說 但是這一次更突顯 回答一個問題說 我會覺得NHK講話 到底是講真話 因為每次那個 那個那個 你會記得吃野性男 當然我們做他是 就是像未來的手下 問題是他每次講話 都不會有太多 具體答案 按照我們記者習慣 如果我在現場 我一定問到 那個他講不出話來 可是這樣記者並沒有追問 就這可能跟他們的 剛剛講的組織跟文化有關 但是就我們 如果今天CNN在現場的話 他一定會追問下去 可是那種文化氛圍 跟制約之下 就會那樣呈現 所以你會記得 會大概一天三次答案都差不多 那對於我們來講 萬一你到台灣來 對我們生活是有影響 那你講話為什麼 還會這麼樣的 沒有答案 所以我覺得 我不會去批評NHK 好或不好 而說從今天來反映說 我們怎麼樣可以透過 這種方式經驗 在我們自己台灣面對 像現在講